其实在选前就是有六成的人 他就是要不满意现在的执政党 所以希望能够就是所谓下架执政党 要政党轮替 结果选完政党还没轮替 但是选出了一个少数总统来 所以可能很多人真的就是像我会讲 但是不满意嘛 那不满意 那柯P的状况还有一个 就是很妙哦 柯P在台北市八个选局 刚刚帮他看了一下 他全部都是垫底的 他一个台北市一个区他都没有 拿到第二都没有都是第三 所以是真的有被他执政过 真的比较有感觉是这样吗 蔡委员还是介大师 我跟各位讲 陶友宜跟柯温泽两个人选票加起来 836万票 比4年前的蔡英文还要多 这就是现实啊 你赖青者有什么好拽的 对不对 可是不幸的是蓝白不合 对呀 蓝白都口口声声说 口口有柯温泽 我心中有人民 我心中有土地 我就是不愿意合 坦白讲听了我也很生气啊 那当然有人讲说哎呀现在选输了 不要不要检讨了 不要检讨下一次国民党照常在失败 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是 所以刚才那个 宏威很愿意正视现实 政治如果不务实啊 整天打高空啊 像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整天在新北市讲 我们一定赢啊 我们一定赢一百零万票啊 我就跟他打赌一百万他不敢了 不敢跟我赌 为什么 就是不能画大饼给老百姓去骗自己的选民 要很客观的看自己的状况啊 那如果说未来啊 蓝白啊 能够从这个院长副院长合作起各个招围 然后重大议题合作给民进党很大的压力 那四年后 也许蓝白合作还有盛选的希望 柯文哲也别想说啊 我四年后我一个人选就能够上 除了国民党推不住人来 或者推出比你差的人 四年后国民党推人不也比你柯文哲差哦 也一定比火友仪强哦 我敢就要直接了当断定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话不要想得太早 所以还是务实一点啊 先把明天的事做好 暂时不要管四年后要做什么 这比较实际 有啊他说他明天早上七点半起来又要上班 只是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上班 对他和党部嘛 党部党部OK 没有啊这个 早上班不如巧上班 明天礼拜天 对啊 对啊 作对事 当然为了所谓的 这个部分区立委的集训啊 还有准备要考虑要 要跟民进党合啊 国民党合啊 或者是民进党可能试试什么 什么样的条件跟资源来跟他谈啊 这个他要衡量这个啦 当然他会救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国民党现在很可惜就是说在立法院 上差三席就过半 这是一个很可惜啊 因为第一个彰化本来要赢一席回来没赢 高雄要赢一席回来没赢 哎呀高雄怎么 对高雄要赢一席回来没赢嘛 然后部分区要少赢一席 本来部分区国民党评估应该有14席 对 要少赢一席 那不管如何我们勇敢的面对 要勇敢的面对现实 那不要去检讨别的党 要检讨自己的党 或者我们哪边哪一环出插座 不要重蹈覆车 不要重蹈覆车 被介大使跟那个郭正亮 他们修理的很惨 说我们的活影的文献 做的比牛许庭还差 对不对你看 牛许庭还动算了 已经被 从头到尾就被介大使在耳朵里面 一直骂一直骂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我是说 牛许庭做的非常好 我没有说国民党做的不好 哈哈哈哈 你有哦 你说比活影的比那个都好 没有 那我说那网上的那个传闻 网上的网友的反应是这样 那都客气啊 他说网上网友不是他讲的 我听得是你讲的 但是但是 来来来各位委员 所以这个都要检讨吗 有一个 有一个人我觉得能把他打掉 我们今天所有人听到都是 哇哇董哥来了 来了 哇董哥喝水 董哥董哥董哥 我们在等你啊 中炮手 对中炮手董哥来了 我们现在就要讨论的就是 董哥你先请坐 然后喝水然后别麦 然后呢 就是云林县的一选区 那位从什么北港少女 做到北港阿嬷的苏志芬 这次被打掉了耶 二十几年他被打掉 哇这个是有 应该有代表性的意义了吧 这个超级了不起 超级了不起 因为那个是一座大山 要把它推倒 真的非常不容易 对 台北人不太了解 我们家乡那种环境 那真的什么文宣里 没什么用的地方 组织也没什么用的地方 我想董哥应该很清楚 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那是硬帮硬的打相战耶 挨家挨户拉票 打相战喔 对啊 因为那边没有外来人口啊 没有流动人口啊 那人际关系就绑进了 但是当时这个国民党 应这个张荣卫的推荐 要提丁学忠 他只有干一任的这个 虎伟镇的镇长 而虎伟镇在整个海线地区 谈不上有多大的镇耶 真的不容易啊 因为那个 因为苏之亨雄聚北港镇 没错 对啊 所以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 那天张家俊说 他每天都在帮这个丁学忠 跑行程 是啊 所以这一席能够拿下来 能够打败这个苏之云 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说不能不 不给朱立伦一个资金 不能不给张荣卫一个资金 奉献台北的国民党 不要整天说人家牛鬼蛇神 对啊 我是觉得这要检讨的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人家那种打相战 不像有些弟兄不用打相战 而且他们那个地方的人 也没什么机会上媒体 接受媒体访问 对这是真的 也没什么网络啊 没有人看网络啊 真的说你不想那个痛苦啊 难得张家俊还是就是 会帮他稍微上一下媒体 不然很难呢 对 超难的 所以能够这一席高度象征性啊 那个象征性啊 也不输给叶元芝打败罗智政啊 对 这两席真的是蛮有象征性的 因为在这个叶元芝打败罗智政 是在训练一种 公民与道德课程的胜利 但是在 离义廉耻嘛 对不对 在云林打胜仗 是在训练体育课 看谁跑的 跑的这个地方多嘛 这样子 也言之那个风险很大 你知道吗 我发现他只赢2000票 其实有一个无党级哪 亿万多票 对 这个人是不可能 没有人听过 为什么 因为这些票原来是网络政的 不爽你啊 你怎么会有那个录影带 录音笔 什么通通出来的 当然也不可能投给叶元芝啊 所以这个票就 跑进来 就投给一个 比较默默无名的人 没有人听过的说 这个人怎么可能可以拿一万票 一万票很难拿的啊 所以他的选票结构 应该这样来看 嗯 太阳星全校 客废有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 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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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